人真的生命是最迷人 创作本身就是要尊重那个创作者本身的一个感觉 他不是要画给谁看 他不是要讨好任何人 他是你自己心里的一个镜子 我在看的时候我会去看画作的故事性 因为我们的绘本可能连续十几张图去串成一个故事 可是每一页的故事我们都必须要能自己说故事 图画也要能说故事 所以我会希望这些画作里面虽然没有放文字 可是他都能让看到的人去了解他想说一段什么故事 我想学校艺术教育的目的 不只是在培养学生的创作能力 我想他最主要的目的最重要的是在 让小朋友培养他的这种欣赏审美的能力 我想是最重要的 往往小朋友因为他在学习的过程当中 由于他的生活的体验 他观察的能力 还有他想象的一个能力 甚至于说心理上的感动感受 这样的一个表现在这个里边 对于未来来讲 他不管他做任何的一个工作 都是直接间接上很大的一个影响力 这一次的题目是我的好朋友 事实上这个题目可以说非常的广泛 那么可以让小朋友能够充分的发挥 发挥他的想象力 发挥他的敏锐的观察力 思考力 开放式的主题优点就是可以有很多的可能性 你可以是想象的朋友 你可以是真实的朋友 很多小朋友他们的表现是 我们还看得出来的故事 就是他跟他的好朋友一起在做什么 你看到有一些画面 他把自己画得很小 然后他把他的朋友 他都把他画得很大 这表示什么 表示那才是心目中他心里最重要 他最爱的那一个 就是每个人他都有他的独特性 我们必须尊重他的独特性 我们也鼓励我们的孩子 他能够从小就要能够相信自己 陪伴他的人也要能够是支持他 要勇于表达自己 各国普遍认为说 人类最有价值的能力就是创造力 你创造力在揮画整个过程里面 可以好好地培养这方面的功能 你刚开始要主题的设定 或者画面整个内容的详细 透过线条、造型、各种符号的表现 次次都可以培养他的想象力、创造力 甚至你美感情操的养成 不希望说家长干预太多了 失去小朋友的自主性 也失去画画的本身的那个教育功能 不要用成人的眼光来评价他的好坏 提醒他注意 当然他没办法一下子就全部表现出来 经过你提点之后 我们眼睛所看到的东西 他就很深刻的认识 其实我在建议一些小朋友 练习画图的时候 现在有网路你可以随时就搜寻一个主题 按照这个主题你就可以不断地练习 因为会有不同的构图 在你一开始不了解或不认识各种视角的时候 你都可以透过这样子的方式 很快地看到你看不到的视角 就是很好的练习方式 我觉得美的东西其实真的是要从生活里面 不要自我限制 你不要说因为我不会读书 所以我才去画画 你要是真的很喜欢画画 然后你为了要让你的画作被人家看见 你就必须要具备其他很多不同的能力 其实我觉得我们大人在创作给小朋友的东西 我们常常在说什么是儿童观点 但是再怎么样都只是我们去揣摩 可是当你实际看到孩子的创作 他的那个想象力真的 有的时候我们是学不来的 我自己在做创作的时候 其实我并不会一定是什么样比较好 就我自身经验来说 的确他可能主要的观众是孩子 更好的状况是他是没有年龄限制的 就是我们每个人心中 其实可能都有一个小孩 不管你活到多大的岁数 你都可以从你的那个角度来看这本作品 我们都希望说 儿童是透过生活经验的获得跟学习 然后他才感受以后再表达在画面上 艺术就是在说人的故事 所以你必须常常跟人互动 跟环境有一些密切的结合 不管你是学钢琴或者是小提琴 或者是做任何任何事情的学习 只要是你喜欢的 你只要能够让他持续的热爱 这就是一件很棒的事情 努力化到别人看到你为止 如果你真的想要从事这条路的话 然后要很有耐心 很努力的一直创作